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隻美股最近上市 它有兩個很特別的情形 第一是它短短上市 第一天已經回了一回 由200美300億美金 一回到現在市值是708億美金的市值 一日之內 它是做雲端技術 其中一個是甲骨文 另一個是荷蘭大數據專家 他們是做很多不同的雲端計算 最基本的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Platform as a Service 以及Software as a Service 還有一個叫做Data Warehouse as a Service 即是數據庫 即是服務的形式 這個比其他傳統的雲數據 有一個分別 它是可以通過它靈活地儲存 保護、管理和提煉 和一些大數據相關的東西 這個叫做Data Warehouse 是令到他們的數據 得到更加保障 以及他們不是計算存量 而是計算用的時間 令到用家的成本減低 所以他們有競爭優勢 因為整個雲端市場裡 在2020年 全世界有560億美元 估計到2023年 就會達到840億美元 大家都可以看到 現在的雲計算 會越來越多 只會越來越多 以前我們經常用的 Gigabyte Gigabyte 以後就會有一個 名字叫做ZGB Z字頭 我忘記是幾多 幾多的零 不知道是幾多倍的Giger 除此我剛才說的 比較特別之外 第二就是 北菲特 有很多年未試過 去做抽身股 即IPO抽身股 第一天升幅 已經有111% 即是他在這一轉賺的 已經接近差不多10個億 我經常都說 我說跟著一些聰明的人 不菲特絕對聰明的人 即是他看中雲端市場 是一個大的趨勢 即是說 我們未來一定要跟著他看 看一些 Fintech ABCD 即雲端的服務 提供服務 應該由未來一個很大的增長空間 這是第一 第二 其實這句說話 之前阿里巴巴的參謀長曾明 都曾經說過 他跟一個香港人 以前是阿里巴巴大數據的CEO 他說 以後阿里巴巴並不是一間 叫做網上商店 或者是天貓國際 馬亞金融金服這些公司 其實他最後來看得到清晰一點 其實他是一間叫大數據的公司 在未來 即是說 如果是擁有大數據 你就擁有一切 這個是未來 是一個很重大大家要去看的一件事 即是大數據的資產 是會比錢更加重要 即是比你擁有美金、黃金更加重要 因為數據是可以轉化成資產 今天想說的Snow Flick 就是講到這麼多 有甚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